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策法规制度日益完善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应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 全民健身计划2021至2023 那么这些重要文件对群众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的引领和指导作用 可以说政府主导 部门协同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格局更加密析 第二是群众体育健身意识和体制水平普遍增强 举步可救的全民健身设施不断增加 那么根据我们的一个调查显示 2020年经常参加体育段的人数比例为37.2% 比2014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 到2021年底全国体育场地一共有397.1万个 体育场地的面积达到了34.1平方米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2.41平方米 应该说比2013年的相关数据都大幅的增高 应该说在过去的这十年 我们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 让我们看到了政府在解决健身去哪的时候 我们在城市上面做大量的工作 深受我们广大百姓的喜爱 全民健身的赛事活动丰富多彩 已经初步形成了层次清晰 类型多样各区特色覆盖全国的 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的举办方式 那么各个地方也结合他们的地域的特色 打造一区一平一街一平一行一平的品牌赛事活动 那么开展的项目有大家熟悉的羽毛球乒乓球足球 南球游泳跑步这些传统的体育项目 那么也有剑步走路跑骑行马拉松广场舞户外运动 这些广受我们各个不同年龄段人群喜爱的这些项目 那么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 这么常态化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还主导支持指导举办了各类全民健身的网络赛事活动 而且我们在科学健身指导这方面 我们还加大了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和我们一部分运动项目的水平等级的标准的推行 通过颁发相关的证书来激励我们群众来参与健身提高水平 丁司长刚才您也提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我们知道新冠肺炎疫情其实给整个体育行业都带来一定的挑战 同时也催生了线上的健身热潮 不断创新健身方式和场景 那么在疫情防控的常态化背景下 国家体育总局开展哪些线上的一种全民健身的赛事活动 尤其是更好的来吸引年轻群体的参与 确实是 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各个方面带来的影响都非常大 他们说改变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思维方式 包括我们参与社会和我们参与体育运动的方式 那么作为体育的主管部门 我们也积极的顺应疫情防控的常态化的这么一个形式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一些探索 以互联网加的这种形式 以体育在线服务来满足我们群众多元化的健身需求 那么在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 我们响应政府的号召 要求我们的广大健身爱好者居家 那么在居家过程当中 我们也要积极的参与到健身活动当中来 所以我们也推出了一些科学的有益的健身方法 来帮助他们来 在居家过程当中也能够增强自己的身体素质 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在今年的4月28日 我们推出了全民健身现场运动会 然后我们设置的一些体育运动项目 让老百姓都能够参与 所以我们这基本上是什么 叫做临门槛或者是低门槛 深受我们的老百姓的喜爱 有一个统计数据 那么我们的参与人数 最新的统计是已经突破了1200万人 颁发的参赛证书已经超过了270万分 应该说网络效应凸显 发挥了体育在疫情防洪中的特殊作用 丁司长刚才您提到了线上参与的新的方式 疫情之下 我们知道如直播间健身这样的一种现象 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的热点 包括很多的明星运动员也都加入进来 带领大家来一起进行健身锻炼 丁司长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新颖的健身方式 我们现在从政府部门角度来说 我们特别关注 围绕着三个焦点或者难点问题来开展工作 一个就是健身去哪 一个是健身的人群在哪 第三个就是如何健好生 您刚才讲的这个问题 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关注的如何健好生 那么我们始终强调呢 这个体育锻炼 是我们是人人都要参与 但是运动健身需要我们不同的年龄段 不同的项目 不同的时间段 它是要求是不一样的 所以怎么做到我们科学健身 是现在目前我们在运动健身过程当中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以呢 你要根据你的年龄 根据你的项目 根据你的地域 根据你的时间 根据你的时间 我们有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 所以政府 那么从科学健身指导这个角度 把运动是这个良衣 运动促进健康的这样理念 把运动健身来治胃病的这样的一种思想 来够让我在我们老百姓当中 就普遍的去这个广泛的去传播 那么同时我们还要这个探索是吧 社区包括我们家庭的运动健康中心 或运动健康之家这样的探索 把这种科学的健身方法送到老百姓身边 好 第二项我们来聊一聊广场舞 可以说这是一个最接地气的国民运动了 也经历了从草根到不断规范化的一个过程 那广场舞的发展 您认为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广场舞是我们很多群众 这种特别喜欢的参与的运动的方式 从草根是吧 从老百姓自发的就开始 那么现在到形成一定的规模 然后参与人群也非常广泛 而且地域的覆盖也很广 当然也时不时的传出来 有一些扰民这样的一些问题 在全世界发展过程当中 从政府角度来说 我说六个字非常重要 引导规范推动 我们在很多时候 我们要怎么去引导这些项目的发展 引导我们群众去建生 从广场舞的发展来看 我觉得我们政府要积极地去担当 去作为 让它更好的去发挥它的正能量 好的我们再来聊一下最近很热门的一项运动 一心之下门槛低参与性强的飞盘 以一种线下无接触的运动方式进入到公众视野 同时也引发了比如说飞盘足球场地之争这样的一种矛盾 体育服务的供给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个性化 多样化需求之间还存在一些矛盾 缩小不同地区之间 全民健身基础的不平衡发展不充分的问题 同样需要切实有效的解答 那么您认为这一系列问题 未来应该如何去推动解决 从我们体育部门来说 我们总是认为体育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始终是存在 这也是跟我们当前的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一致的 包括我们的抢地设施 包括我刚刚就我们反复强调的科学精神指导 包括我们的基层组织建设 就是群众身边的赛事活动 我想政府可以从这些方面去发力 场地设施反映最集中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在老旧城区 就在特大城市 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全民健身的职责 从国家层面我们也在努力 比如说我们实施全民健身设施的不短板工程 推动更多地方来建设体育公园 全民健身中心 那么现在还有大量的学校体育场馆 企事业单位 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体育场馆 那么还有一些社会力量办的一些体育场馆 那么这些怎么低收费或者是免费的向公众开放 这些还需要我们不断去破解 飞盘力能跟足球的质争 我觉得不能简单化说 哪个项目跟哪个项目质争 我们要看 第一 我场地设施是不是足够的提供给大家 第二 在特大城市 在人口密集区 它本来场地设施 它就比较稀缺 那么无论是足球还是新兴的飞盘 都深受青少年 包括我们可能更广泛人群的喜爱 那么大家都想参与到这个运动当中来 那么又在这样一个时间段 这样一个特定的地点 特定的时间段 它可能大家约场地 可能就不好约 可能是这个矛盾的一个显现 政府怎么去更好的去引导这个事情 那么政府怎么提供更多的场地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要有所作为 我们积极的去引导它 让我们更多的人都能参与到我们的体育锻炼当中来 好 李斯坦刚才您也提到了新修订的体育法 这是体育界的一个大事 您认为新修订的体育法 对于接下来全民健身的开展 会有哪些积极影响呢 大家都知道在这一次的体育法修订过程当中 把原来的社会体育修改为全民健身 我觉得简单的这四个字的修改 它其实是上升到很高的层次 这里面特别强调了 要使国家实施全民健身这种战略 明确规定要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 要求我们构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特别是对县级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在全民健身的这种方面的职责做的规定 包括我们机关企事业单位 社会力量各个方面 来参与全民健身 都做了明确的规定 所以我觉得这个 就给我们全民健身的发展的这个框架 就就密集了 政府主导 部门协同 全社会参与 而且在保障条件这一章里面 也是对我们全民健身的设施 全民健身的赛事活动 全民健身相关的安全 也做了很多明确的规定 好的 非常感谢丁司长的解读 各位观众 本期中国焦点面对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